大胃王挑战 可能就会有人问 你为什么不买肯德基的薯条啊 你为什么不买麦当劳的薯条啊 金果门 主要原因还是汉堡王的薯条比较好吃 又脆又大又结实 先给自己打打气 我第一步就输了 可能又会有人问我 这里真的有一万根吗 看着我干什么 我又不会去数的 等数完是不是有一万根都发霉了好吗 有人说你头发有一根 你也真的去数吗 这里的薯条数量是14分大薯条 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吗 再不吃它就凉了 不过我个人感觉汉堡王真的是 那么多家汉堡店里面 薯条做的最好吃的 这个薯条真的太容易让人嘴巴干了 你问我为什么不蘸番茄酱 虽然他们送了我很多番茄酱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吃 因为小时候嘴馋家里没东西吃的时候 我就经常去偷偷吃我们家里的番茄酱 可以说是番茄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之一 以至于我现在长大之后看到番茄酱我就想吐 Oh my god 我不信你没这样干过 我们来一下ASMR吧 试一下 这嚼的是屎吗 再来一个 嚼的就是屎 最后再来一个 这真的是巴鸡嘴的声音吗 我觉得这次大卫王挑战一定是我做过最失败的一次 因为吃了两三盒就感觉已经开始有点饱了 而且还干 真的特别特别干 尤其等现在冷了之后完全在吸你嘴里的水分 才半个小时就要说自己失败了吗 战斗才刚刚开始 汉堡王的薯条怎么那么难吃 对不起我挑战失败了 那就教给大家一个薯条的做法吧 吃剩下的薯条不要扔 还可以做一道新菜 下锅下花椒小米椒老姜 下芹菜下洋葱 下土豆下盐 双盘注入白芝麻灵魂 一道干扁薯条就完成了 意外的不错耶 土豆比较油腻 而这个芹菜炒得很嫩 正好弥补了薯条那种腻的感觉 就搭配意外的不错耶 怎么变成做菜的了 学会这道菜之后 再也不用担心薯条吃不完了 如果不买这么多的话 真的很抱歉 我没有吃完它 但是我肯定不会浪费的 它还可以用来烧菜的 因为我真的没想到薯条它这么腻 可能是因为它是油炸的关系 而且冷掉了之后真的很不好吃 但是你重新炒过之后 它又会变得很脆 还不错 那么这期大卫王挑战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以后大卫王挑战如果失败 我要给自己立一个惩罚机制 不然总是失败也不太好 我是会做菜的吴彦祖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